新股 抽不抽 Raffy抽不抽淡仔 我自己就觉得一般 因为我不是说淡仔好不好 我想就算哪一只新股 这一刻都要考虑视风气氛 其实整个视风气氛很明显地不好 就算股多强也好 其实都是会打折的 例如如果淡仔有新股 如果他连头上升 市场这么旺 可能随意就会炒起 但如果同一只股票放在这一刻上 其实因为市场这样就差很远 所以我想这件事 只是考虑视风气氛 都未必太建议 所以就算真的抽 我想简单地真是现金去考虑会好一点 不需要特别孖子或者什么 还有应该这只股票就不会抢得很夸张 昨天第一天招呼反应 好像不特别 轻微超购9倍左右 是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简单 如果真的要认够也好 现金抽 还有比较短期一点 因为如果以业务来看 其实淡仔长远的增长 我都觉得是有些保留的 虽然这次他也说明 拿了当中五成多的资金 即十四块钱是开新铺 但是这个其实要看成效 是不是真的收到预计的效果 就是你可能开得快 但是不等于赚得快 可能赚得快 突然间那一刻风险来 其实是不知道的 这是要再往的地方 而二来如果你看过去这三年 其实他的盈利能力 正是从收入来说 其实是稍微递减的 还有如果你看餐饮 很多次看翻桌 或者人工的消费 其实翻桌 过去这几年也是不断下跌 有早年的五、六次 到刚刚过去年三次 其实是低了的 而且以个人关消费 其实就是按年值的持平 但是你的成本 所有的其实是在升上的 所以其实他 如果你说在盈利能力上说 我觉得又不是真的 强得这么搞惯 只不过大家很熟悉 可能因为大家常常都帮助 所以会有一些情意因素在的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想参与 我觉得刚才提到 还可以带上去现金 就是参与一些短线会好些 因为如果你在另一角度 再参与过去香港上的 一些本地餐饮股 比如近年一些 可能是崩市这些 或者拉得太轻这些 其实都是只有 一、两天的货 但是第三、四天 打货开始已经是尋回来的 所以我想就有点类似 如果你说真的 博的都是货一、两天短期 炒作会好些 是 炒作详细